修行学佛要先受三规一 也就是规一 佛 法 僧 三保 修行佛法要先受三规一 也就是规向依靠佛法僧三保 以佛为师 以法为要 以僧为友 凭此生生世世 不离正法 永离二道 规一三保后才是正式的佛教徒 如上学要先注册一样 具有证明定分的作用 那三规呢 就是要规一 佛 规一 法 规一 生 那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呢 我们佛法僧三保呢 我们要来规 规一 那规一呢 就是有一个依靠 有一个依止 有一个依托 就像我们有一个母亲一样 我们这个母亲呢 很慈悲 我们这么远离的地方呢 在 远离这个 自己的故乡 那一直失灭呢 就像我们想的 就是有一个依靠 那我们就把这个佛呢 和我们这个规一呢 就可以一直 依靠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 包括师父也是一样 我们呢 就一定要要规一 规一是规顺依靠的意思 初学佛的人信心不坚定 能力智慧不充足 必须要依靠三保 藉由三保的庇护和指引 成就学业 事业和道业 并由外在的三保作为指导 启发我们本自具足的自信三保 史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彰化采访报道